邓良慧是老挝公贸部第1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代表,总负责老挝馆的策展工作。 邓良慧作为老挝华侨,已经为中老沟通交流努力十余年,见证了中老经贸的升级换代。 邓良慧介绍,中老铁路开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,成为了蓝梅六国合作的新机遇,也让老挝成为湄公和流域五国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桥梁。 邓良慧这几个国家同样起到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,尤其是电商,他们很多的产品,他们出去以后呢,都希望在老挝方向做一个中转, 然后再通过铁路往泰国、缅甸还有马来西亚的方向,通过这个铁路的方式,联院出去。 今年,老挝馆展出啤酒、咖啡、沉香、古树茶和红木家具等多种产品,并将川矿省作为老挝展馆的魅力之城。 中老之间的商贸和人文交流日渐紧密。 那么今年呢,老挝的魅力之城是川矿省,那么川矿省呢,跟我们广西、吴州就是友好城市。 川矿的古树茶和吴州的六宝茶,它这个行业是相互复补的,那么老挝的这个松树,产的松香, 那么和吴州这个松香这个产业的聚集地,那么下一步呢,我们会借助这个友好城市的借机,借助东盟博乃会的这个平台。 我们希望和促进老挝跟广西,尤其是南陵市和吴州市之间的这个产业的投资合作和经贸往来。 经过40多年的友城建设,广西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。 目前已与38个国家缔结125对国际友城,总量居中国第四位。 其中,东盟国家友城57对居中国首位。 本届东博会在RCEP展馆设置广西国际友城近东博特装展区。 广西国际友城近东博活动,通过集中展示国际友城的城市形象和展品, 以及他们的优势产业和品牌产品来提高国际友城的影响力, 进一步促进广西和RCEP国家国际友城之间的经贸和投资合作。 通过我们在湄公和国家的友城关系,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, 也进一步加深了广西和湄公和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,促进了民心相通。 比如,我们在广西的老挝友城朗布拉邦省, 成建了国家援助老挝的扶贫项目。 这个项目通过改善友城的基础设施建设,提升社区管理能力,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福祉,也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。